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音质是一定会差过在studio号六 但希望大家可以接受的级续 今次想和大家说什么 就是刚刚一宗大事件发生 很多朋友和巴友都报料给我听 就是我们前球员云特沙 亦是亚迹斯的CEO 从11年之后终于正式离开亚迹斯 和大家说说究竟亚迹斯建立了什么功劳 和对于我们的曼联来说有什么关系呢 首先看看亚迹斯的Twitter 不是很长时间 之前正式证实了云特沙会离开这个球会 他说在2017年 他们再入欧洲的决赛 自1996年之后 但他们输了 那时输了给摩尼奴带领的曼联 但两年之后 2019年他们去了欧联的四强赛事 这些都是云特沙主政时候做到的事情 这更加重要 阿迹斯在这段时间 其实在卖卖球员方面 相当得心应手 他说 在2012年 亨特沙当时 仍然是最贵的球员 有关我们的曼联市 就是Anthony 在园圈方面 也会越来越多球迷 当然 除了男支队之外 女支队云特沙也做了很多事情 在这段时间 他们得到荷兰冠军 2013-14-19-21-22 荷兰军 领军 然后 安排 2013-19 所以 在怀一场的亨特沙打断 议 完成了他的任务 让大家看看 他的离开感染是什么 他说在11年 我们亦经历了很多 很厉害的事情 但亦经历了很难的事情 我亦很开心 我和一些工作的人 在我第二个职业生涯 当然第一个职业生涯就是做球员 这段时间一起做到的事情 他们亦很开心 我亦都感觉到 需要一些距离 需要一些休息 做其他事情 因为这个决定 从来都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 或者不是感觉良好的决定 但是 做这个决定 对于这个球会来说 应该是最好的 所以他就觉得 他就决定了离开 很多朋友就说 云达沙是否一个适合的人选 他离开了即使 可以来曼联做我们的CEO 他这么成功 我自己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我的看法 也欢迎大家留言说一下你们的看法 有位朋友 引述了一段报道 我自己觉得是绝对要留意的 是什么呢? 其实云达沙离开 即使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刚刚上周末 和甲的杀科战 即使是一比三输 最终是排第三位 2009年以来 第一次没有欧冠的资格 下季也要踢欧八杯的资格赛 所以来说 今季的确实是做得不好的 亦因为这样 我相信 在云达沙在问责之下 就离开 因为他们一直找领队 自从坦克走了之后 好像也不太找到一个 很适合他们的领队去延续 所以 我觉得 在这件事来说 云达沙是一个有担大 有负责的一个管理人 他知道自己做得不好的时候 他会愿意负担责任去辞职 但亦因为这样 云达沙究竟是否 刚良才准 在亚迪斯的位置上高 这是第一件事我们要考虑的 而第二件事 更加重要的事我们要考虑 就是 云达沙在亚迪斯是做CEO的位 又不是做足球总监的位 这件事在我们之前 找足球总监的时候 我也跟大家说过 因为足球总监和CEO 即是行政总监 即是 执行总监 是两件事来的 足球总监 即是现在我们 John Murdo 的位置 主要是足球的买卖 和一些足球的计划上高的东西 其实 阿迪斯之前和他合作相当之好 加上坦克也合作相当之好 或者这么说 那时的 阿迪斯三脚合 就是云达沙CEO 奥华马斯就是足球总监 而坦克就是领队 所以 如果云达沙尼 曼联的话 如果他做足球总监 即是John Murdo 的位置 其实他在阿迪斯 就不是做这个位置 在这方面 我相信他在足球界的 联系 也有 但在卖卖球员方面的技巧 或者一些困惑 或者一些相熟的人 其实是否他直接有呢 我自己觉得是有保留的 相反 如果他来曼联做CEO 更加困难 为什么呢 第一 现在的CEO 其实是做得不错 说真的 他摘取了LWord 之后 其实他是做得不错 尤其是商业方面 他本身是强行 他也愿意 将足球的东西 给John Murdo 去做 黄特莎来做CEO 在商业方面 正如刚才所说 阿迪斯也是做得好 但是 阿迪斯和曼联 在一个 global basis 在环球的基础 真的相差很远 黄特莎有没有能力去招架 这件事 我相信不是我 要做的决定 是格拉莎也好 或者是新班主要做的决定 也很重要 因为新班主 刚刚卖了球会 CEO 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一般来说 起码在开段 开初的时候 他们也会找回自己人来做 所以会不会找一个 暂时表面上 和他们没有联系的 云特莎来做CEO 我的感觉 就不是说 会发生的这件事 所以 云特莎辞职 是离开阿迪斯 他也在他的感言 也说到 他也想休息一下 一段时间 所以 个人的评估 他暂时未必有 任何新的职位 暂时 曼联的CEO 或者足球总监 这两个位置 其中一个 都未必 现在他已经在手中 所以 第一 我觉得 他的强项不是做出局总监 而我们现在最需要 是一个很厉害的出局总监 所以 位置上高 也未必 第二 如刚才所说 新的班主 如果理取之后 一定会找回自己人 去坐这些重要的位置 除非 雲特莎 暗体内 和他们一直有联络 以及一直是他们信任的人 否则 我会看到 他如何能够取代 我们现在的CEO 又或者 就算有一个新的CEO 也未必是雲特莎 这就是我的看法 希望大家也 说一下你的看法 以及 希望大家也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 因为外游模式 而且在质素上 画质或声音 可能是差点点的 希望大家也不要介意 今次到此 多谢各位身体实例 拜拜